有所浑身 大概就涨了大概600多块钱 其实我们在路上边 我们今天上了高速也好 无论是在山西的省道国道 高速路上面也好 都能看到很多的一些货车 这些货车是干嘛 都是用来拉煤运煤的 都是用来拉煤就煤的 因为这也是山西的煤 那边最主要的一个输出 输出工具为主 就是说在去年之前的时候 我们看到车子 路上面跑的车辆就特别的少 像去年冬天啊 就发现就比网民要多了很多 因为它的价格回升了嘛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一趟下来我这几晚有所盈利 像原来跑一趟下来抛开费用了 基本就不赚钱 不赚钱还会在家歇的呢 所以说就这个车辆就越来越少 那么像现在的这个温度 就有所回升 这也是通过这个国家的宏观条路 各方面来讲的 因为你说山西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早在很多年前的时候 这边的整个经济收入 各方面来讲还在前面的 像现在基本上就是全国的倒数 因为就是主要以每矿为主的一个原因嘛 所以说现在神志福也就意识到一点 就是说在这里来讲的话呢 也要做转型 如果不做转型的话呢 山西的这个将来的前景是不太乐观的 那么转型往哪方面转 就是往这个旅游观光方面去转 因为山西这个地方来讲 还是有非常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因为有专家做过这样一个统计 就是全国上下啊 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讲的 所谓的全国重点 的广告单位 一共是有280多出 像山西就可以占到180出 而且呢 我们把范围再讲小一点 就是正在有周围一个统计 这个可以说是指的是元代 包括元代前的一些建筑 山西可以占到全国的72.6%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数字来讲就充分证明了 山西这边的旅游资源是特别丰富的 那我们也把山西的整个旅游资源 划分为三大板块 因为它如果说要看山西地图的话呢 我们的地图是像一个树叶子的一个形状 东北长 就是南北要长 然后东西要窄一些这样子 南北长度约有680公里 东西宽度约有380公里 整个地方的占地面积15.63万平方公里 人口呢3400多万 然后呢 像这个五台山 包括我们刚才有提到过的大统 就是在山西的北部 所以说呢 我们把北部呢 成为是山西的宗教五件板块 因为首先在那里就是有我们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而且是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那个地方 五台山 就是我们今天要去到的 另外的话呢 还有五件当中 五件就是指的山西有一个悬空寺 因为大家可能没有来 对于这个 包括在去年 包括前几年的时候 山西旅游局也去我们台湾做了很多的一些旅游推广 包括大家看一些这个什么大陆传奇之类的上边 都有一些这个介绍 像玄公寺就是在我们山西的北部 大头那个地方 像除了玄公寺之外呢 还有阴线木塔 中国最高的一座木格楼式木塔 而且到现在来讲的也是世界三大奇盘之一的这样一朵塔 也是在我们山西的北部 其实我们把北部成为是山西的宗教和古建 在这么一大板块 那么在中部的话是指哪里 就是在我们山西 从太原往南走 太原其实在地图上 属于是一个中间的位置 中部偏北一点的位置 那么从太原往南走的话 会到达哪里 会到达我们山西的这个 靖宗 靖宗现在是一个市 你像我们大家比较有名的平遥古城 它就是靖宗市 平遥县 它是一个县城 像平遥古城就在那里 因为这个平遥古城它是目前而言保存非常完整的这样一座古城 而且它也是早在1997年的时候就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样一个地方 包括还有我们大家有看过 这个大陆的一部电视剧《乘拉大院》 那么像乘拉大院也是在那个地方的 在山西就太原往南走的地方 距离太原60多公里的地方 乘拉大院那里 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是以了解山西的晋商的有话为主 而这个晋商呢 主要是集中在山西的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 因为当时呢 很多老百姓啊 在家里边 没有吃着也没有喝的 因为赶上三年大海时间吧 比如待到家里边呢 吃喝都没有 所以说还不如走到外边去 寻求一条这个生存之路吧 所以说很多人就去选择走西口 那所谓的西口是在哪里 就是在我们今天的内蒙湖那个地方 因为这个西口是指的沙湖口 就是从大同 如果说到了大同之后 继续往北走 那么就是往北到哪呢 到内蒙古 因为大同离内蒙古是特别近的 从山西出了大同 往北行驶30公里 就会到达内蒙古的边界 就是说这个地方来讲 离山西是特别特别近的 那么同时来讲呢 就是在往走的过程当中 就会有路过一道口叫沙湖口 因为它的确那个方向是先往西 再往北 所以它叫西口 当天还有一道东口的地方 东口是指今天的河北张家口那个地方 就是当年的山西人就选择了 走西口和走东口 东口是河北张家口 西口就是指的沙湖口那个地方 就是内蒙古那个地方 那么也就是说 有了前程